欲见建筑艺术 品味生活文化 听见建筑之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见建筑之美的一个节目 我是Diona 今天在说建筑的部分的主题呢 是相当的有意思 在我看到我们来宾想要讲的内容之后呢 让我这位在建筑方面呢 领域大概只有幼稚园程度的学生呢 打算要好好的来听老师说一下这个故事 希望可以听得津津有味 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是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的陈俊杰老师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主题 好的各位听众 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呢 是独一座城市 主题是关于城市的远见 那我打算呢 是从法国的凯旋门和新加坡的情道术 来谈拿破仑的文化帝国 以及李光耀的花园城市 好的那在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之前 我也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法国凯旋门呢 就是纪念拿破仑的丰功伟业 是位在巴黎的戴高乐广场的中央 是拿破仑呢 为了要纪念1805年 打败了俄澳联军的一个胜利 在1806年呢 他就下令要修建而成 而且呢是用来迎接日后凯旋的 法国的这个法军的将士 那么拿破仑被推翻之后呢 这凯旋门的功臣就中途喊咖了 那么波旁王朝呢 被推翻之后又重新复工 一直到1836年是终于全部完工 而这个新加坡的行道术呢 就是新加坡政府 非常用心的要绿化都市 变成绿色的新加坡 那这两个对照让我想起说 一个是强调自己的能力 很强盛很战争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是比较柔美回归大自然 比较绿色比较福祉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 来跟我们介绍今天这个主题了 好的 主持人实在是非常的聪明 从这个主题马上就可以 领略出来我的企图 是哦 当然我们来看看 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 许多伟大的城市 举例来说 中世纪以前的罗马 可以说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 所以你说有一句话 那个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据说好像当时从这个意大利半岛 到欧洲任何一个大道 开始旅行的话 你只要不停地走 好像就可以到罗马是不是 是的 不过19世纪的时候 也会会法国作家 他做的高体力 他说 现在我们到巴黎 就像以前我们要去罗马一样 拿破仑曾经说 要把这个巴黎打造成 世界上最美的一座城市 所以难道是拿破仑的功劳吗 当然 这个历史的解读大家心中各有一把尺 我们也没办法确认是不是他的功劳 但对我个人来说 拿破仑确实功不可没 那今天我就打算借由凯旋门 来谈谈城市的远见 毫无疑问呢 凯旋门是法国巴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他建造在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 1806年拿破仑为了纪念军事胜利 他就下令建造了凯旋门 但这里所称的英雄不是拿破仑他自己 而是法国士兵 他希望法国军队返回巴黎的时候 能够带着胜利和光荣走过这个凯旋门 那这座凯旋门呢 门高约50公尺 宽大约45公尺 升约22公尺 非常雄伟 对是非常雄伟 那两边的门敦的墙面上呢 还有四组用战争为题材的浮雕 分别是出征 胜利 和平和抵抗 但我们反过来想想 这很重要吗 其实光靠凯旋门 拿破仑应该也没有办法实现 他想要把巴黎打造成世界上 最美的一座城市的诺言 凯旋门跟这个最美城市 好像也还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那从这个古代的罗马到近代法国 德国美国还有俄罗斯 甚至于印度和这个北韩 很多城市都有为了庆祝战争 胜利而建造了凯旋门 所以其实法国凯旋门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 其他城市也是有凯旋门的 那像是这个巴黎的凯旋门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严格来说 法国凯旋门确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是哦 那我们还要介绍它 当然要啊 因为它很重要 因为近代世界各地 所建造的凯旋门 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战争胜利而建造 同时大部分也都是仿造古罗马的凯旋门所建造的 但法国的凯旋门呢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造型的门 但却是我领悟建筑的开始 这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是很迷人 但对听众来说当然就不一定了 只是说那一年我在英国念硕士的时候 是趁着指导教授在改我论文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跑到了法国 那船靠岸了之后当然就直奔凯旋门 想要看一下一睹它的风采 不过说真的印度演员的第一印象 并不是很吸引我 因为我在英国把这种古典建筑已经看过千百栋了 对对 看到千百栋 所以我简单拍几张照片我就转到巴黎的大街小巷 那穿梭巴黎直到四天之后我体力到了极限 那最后一个晚上我还剩下两张地铁票 就想想再去看一次凯旋门好了 哦 又再去看一次了 对 天悦想要跟法国说再见 那结果因为看不懂法文就提早一站下车 结果这一站下车之后 离凯旋门有一段很长不距 那我遥远地一看 远远地一看凯旋门在香榭里 切大道的山坡的远端 那走向它的每一步其实都很累 因为它是一个山坡 那黄昏的云层也逼得让你闯不过气来 但慢慢的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纪念性 它开始克服我身体的疲累 嗯 你是感觉到那种历史的意义 对 历史的意义 我终于感受到 嗯 我感觉到凯旋门在呼唤 那这时候我会去假想自己是身心俱疲的士兵 嗯 那我也会想象拿破仁在凯旋门 准备迎接他伟大的部队 嗯 所以这个时候精神就克服了身体 嗯 荣耀就取代了疲累 那我终于明白建筑的纪念性 不在于它的外观 而在于它的精神 那种情怀进去之后 我们就不会只在乎建筑的外观 嗯 不会说啊 这只是一道门嘛 好像没什么好看的之类的 对 那就不是 因为它后面有它的意义的存在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投射到历史里面去的时候 法国凯旋门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门 嗯 而且哦 法国的巴黎的十二条大街 都用凯旋门为中心 对对对对对 向外面发散出去 那这个香榭里械大道 还有连接凯旋门 连接邪恶广场 海岸杜热里花园 罗浮宫 变成一条线 那这种对称的方式呢 几乎是足以傲视全世界的城市设计 是哦 所以当初他们就是已经 有这样子的规划了是不是 对 他们就有这样子的规划了 嗯嗯嗯嗯 那在这种英雄崇拜的荣耀的角色下哦 其实凯旋门还带着某种悲壮的悼念 最主要是拿破仑第一次通过凯旋门的时候 其实是在他死后九年 啊 那么久哦 对 他死后九年 他才第一次通过他所新建的凯旋门 是 那连云队伍是在暴风雪下穿过拿破仑帝国最美丽的建筑物 那总算也是冤的老婆呢 想要通过凯旋门回到巴黎的梦想 哇 想想那个画面 是很悲壮的 对啊 就是九年之后 然后又在这个暴风雪下 他终于回到他自己新建的凯旋门 对啊 然后以这种树木的氛围来迎接英雄的方式 嗯 其实还包含1885年 嗯嗯 法国为伟大的作家于果 嗯 举行国葬 是 那他的棺木呢 就在凯旋门下摆了一页 是是 嗯 那1920年呢 也有一名战时沙场的无名英雄的遗体 就直接摆在 一直摆在凯旋门的下方 嗯 那最主要将是要代表在大战之中 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嗯 为国牺牲了150万的法国士兵 是 所以他们目前有一盏长明灯 每天晚上都会点起不灭的火焰 嗯 那上面的木志明是这样刻的 这里安息的是为国牺牲的法国军人 听起来真的是还蛮悲壮 也知道说这个凯旋门对老师的这个生活 当中的确是启发你就是在建筑上有一些意义哦 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嗯 嗯 为了把巴黎打造成世界上最美的一座城市哦 拿破仑不只建造了凯旋门 他还兴建了中列池 宫殿和教堂等纪念性的地标 嗯 而且他同时也整修了赛纳河的两岸 嗯 并且设立了像喷泉亚这些美化的设施 是 更重要的是 除了这些硬体的设施之外 拿破仑还在罗浮宫的里面 设置了让全国的民众 都可以参观王室收藏品的博物馆 嗯 这也是国家艺术博物馆的正式的开始 哦 而且哦 拿破仑的军队每征服一个国家 他就会带回当地的重要贵重艺术品 嗯 例如从荷兰啊 意大利啊 德国 他都带回大批的艺术品 嗯 而且他出门远征的时候 他都会带着学者 画家 考古学家随行 嗯 他把部队把这些重要的考古学家 和学者 围在中间 哦 那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去进行艺术上 艺术品的收藏 所以他自己不只是就是想要扩张他的帝国 实际上对艺术也是还蛮有心的 对 他很有心 他想要提升全整个法国的文化气质 是 当然啊 这种掠夺的方式是不被认可 嗯 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哦 拿破仑 拿破仑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他为了他个人的收藏 嗯 其实他是要献给全部的法国民众 嗯 而且是为了打造新巴黎 嗯 那么这个新巴黎呢 不仅是硬体建设的富力弹簧 同时他也包含着文化艺术的推动 嗯 从此的罗浮宫 凡尔赛宫 甚至是巴黎的街头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古典的艺术环境 嗯 那西方的艺术中心也因此慢慢的随着法国拿破仑政权的兴盛 由意大利转向了法国 嗯 而且他还促进了整个欧洲艺术收藏机构的普及 嗯 的确哦 这个我以前对这个拿破仑的印象应该就是他比较这个想要宣誓他自己的一个那个权力啊 权力之心 但是这样听老师讲一讲 事实上他也是有一颗无私的心 所以城市要有一个这个未来的远见好像也需要有一颗无私的心 是的 城市的远见确实需要一颗无私的心 不过我们要注意活在现实跟甘于现实是两件事 嗯 而这就考验着城市自理者的智慧和胸襟了 哦 蛮引人深思的一个议题啦 是或许是引人深思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从新加坡来谈这个议题 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这个新加坡的行道数嘛 是的 不同于新加坡不同于拿破仁的文化帝国 新加坡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花园城市 嗯 在新加坡独立的初期总理李光耀他都意识到了 唯有绿化才能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这一点还蛮特别的耶 是 一般不是说经济啊什么这个军力啊之类的 对所以他的看法跟大家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 而且他讲哦 要吸引外资必须先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嗯嗯 请容许我再强调一次 嗯 要吸引外资必须先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嗯 而不是良好的投資環境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新加坡的那個 整個城市它綠化的非常的漂亮 就好像置身天堂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 大部分人來講所關注的焦點 大部分都是大規模的城市規劃 或者城市計畫 所以今天我想反其道而起 從行道樹這個小小的議題 來談談城市的遠見 行道樹感覺好像是隨處可見的 你可能會覺得大部分人 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好談 不過也正是因為城市裡面 到處都有行道樹 我們參觀看得出來 你光要它城市自己的智慧和胸襟 走在新加坡街頭 舉目所見的植物都長得很大 樹木幾乎都是大到 可以把整條馬路遮住 而且隨便都可以見到 兩三個裡面合抱 才能夠合抱起來的行道樹 那最普遍的一種叫做Rentree 羽樹或是羽豆樹 它的枝桿就像傘一樣張開來 那這些大樹呢 不只讓都市的景觀變得更好 那它也讓地處熱帶的新加坡 整體的氣溫下降 不會再暑氣逼人 所以相較之下呢 我們在台灣看到的那個行道樹 有時候看起來真的體型也蠻矮小的 而且好屬於照顧那種感覺 就是稀稀疏疏的那種感覺 沒有說很大 然後哇 讓人家驚豔那種感覺 對 不像新加坡會讓人家一驚豔 所以第一個印象就看到這樹非常地高檔 當然城市裡面的樹要用什麼樣子的樣貌存在 我想這個問題 我是不知道我們國家有沒有想過 我覺得今天如果有聽到節目的人 應該要好好的像一像 對 因為李光耀在為新加坡選擇行道樹的時候 他就已經事先預想到二三十年之後的光景 我們來想想看 這幾十年來已經有多少房子拆了又蓋 蓋了又拆 整個都市的面貌幾乎每十年 就有一個大的變動 但不變的是這些樹會陪著都市一直長大 一直長大 直到你莫名其妙感到 也正是這種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夠看到成果的過程 他就會考驗的出來 或者是可以檢驗的出來 一個城市治理者的智慧和胸襟 也因此城市的遠見 他不僅需要一顆無私的心 他還需要區遍活在現實和甘於現實的差異 甘於現實是什麼 他往往是滿足當下的需求 以大建設的方式尋求認同 我直接把它蓋出來 讓你就看到我們的建設 讓你就看到我們的結果 所以海權門算是這個嗎 也不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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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還有其他的 他還是有其他背後的意義 還有文化的部分 他一直慢慢在提示 所以他也看得很遠 他知道光是蓋那些房子是沒有用的 那活在現實是不然的 他必須要理解當下的真實問題 往往不是發生在當下 而是發生在未來 所以他們已經先為了未來而布局了 今天老師這個主題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獨一座城市 城市的遠見 就是從法國凱旋門 還有新加坡的行道樹 來讓我們了解到說 你要建造一個城市 他有很多的方向 到底你是這個活在現實 還是甘於現實呢 真的很值得我們深思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的陳俊傑老師 謝謝 謝謝你 也感謝你的收聽 待會還有跟旅遊相關的一些內容 請不要錯過囉 請不要錯過囉